摄政王府内,严北征带着一身杀意,找到了贺久明。 你将要人的事情,告诉锦儿了。 要人?我不知道啊,那不是南雪薇说出来的吗? 是他告诉盛锦叔的,但是他怎么敢承认,这阎王爷一定会当场怒死他。 不过,南雪薇是怎么知道的?是哪里走漏了消息啊? 不是你。 我哪敢啊? 我谅你也不敢,这消息的来源本王尚不清楚。 南雪薇那边,你去找。 锦儿这边,他如今已经知道了这件事,生了本王的气。 你说说,本王要怎么才能让他消气? 这,这我哪知道啊?我单身没有女人啊,我哪知道女人生气了要怎么吼? 说。 摄政王大人加深了语气。 贺九明,药人的事不是你说的,也与你们师徒有关,马上拿出一套切实可用的方法出来。 不过,否则,本王觉得你也有被养成药人的前置,用毒药养的那种。 说,我说,女人嘛,跟我们男人是不同的,柔软一些,性子喜怒无常些,都喜欢花花草草,金银珠宝什么的。 柔软,他都已经将宝库的钥区给他了,这一时半会儿,去哪儿找金银珠宝呢? 再说。 甜心糖果?我从一多年,发现甜食能让人心情愉悦。 他有了主意,起身离开。 等他的身影消失在了院外,贺九明手脚发软。 可怕,太可怕了,这该死的严北征越来越可怕了,要不是对我有救命之恩,要不是我贺九明拿你当兄弟,我早就收拾收拾跑路了。